褲子的部分它無分尺寸 好 肚尾很大 腰尾也很大 臀尾也是大大的 我覺得它就是大家都很難駕馭 它就是寬鬆舒適 但是又不會過於到超大超寬 那我身高161其實我折了兩折 所以呢 全部放下來的話 它算是全長的 比較直瞳褲的感覺 所以呢高個兒粉絲可以穿 或是小個兒想踩高跟鞋也可以穿 最具特色是它的反扯線 還有它的牛仔丹寧色 這一次是走一個霧藍灰的感覺 跟各位家中的所有的丹寧短褲啊 丹寧長褲啊 所有的顏色刷色配色 通通都不一樣 而且它一樣是做兩個大大的口袋 來修飾我們的屁股喔 好側邊呢也不會走光的位置 來我的內著的位置在這邊 所以呢各位也不用擔心有走光的部分囉 這一件這個顏色我超喜歡 我覺得很少牛仔的深藍會做的比較偏 有一點灰掉欸 我第一次看到它車紅線竟然會做在 吊帶褲 因為它的車紅線是要讓你的比例看起來更延伸 那通常吊帶褲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會不會看起來就是比例不好啊 或者說腰身會被吃掉 但是因為它加上這個車線的關係 視覺效果你比例不淡呢會有修飾 以外呢它的腰線呢也是做得稍微偏高一點點 那它的肩帶也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那這個布料呢我覺得是春夏都可以穿 基本上一年四季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冬天的話就可以再換更厚的衣服在裡面 對都是ok的